歡迎鎖定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新北市中和一名男子 昨天深夜他騎機車外出自摔倒地 沒有想到送醫途中 男子突然影響抓狂 他揮拳狂毆打車上的救護人員 導致對方的臉部挫傷 而警方詢問過後 依照傷害還有毒品罪嫌 將他移送法辦 男子情緒激動 深情恍惚 伸手拉扯救護人員 沒想到話才講到一半 突然迴拳攻擊 秀犬狂揍救護員 眼看場面逐漸失控 駕駛趕緊靠邊 合力制服男子 並且報警處理 18號深夜11點多 新北中和新南路二段 33歲的林姓犯嫌 騎機車自摔 搭乘救護車送移途中 竟然動手攻擊 造成救護人員臉部挫傷 眼鏡都被打斷 警方到場後 發現他口鼻有大量不明粉末 原來他是獨家摔車 心虛怕被抓 毆打救護人員想落跑 消防員辛苦執行救護工作 卻接連遭受暴力對待 除了消防局提告挺自己人 警方也追加毒品罪送半 要讓林姓犯嫌付出慘痛代價 在楊潔成關於新北報導 台中一輛公車經過了西屯 逢甲商圈附近 看到有行人走在斑馬線上 駕駛不但沒有停下來 禮讓搶快通過 而且竟然是直接開了擴音來罵髒話 而在南區則是有車行發生了倒車撞人的意外 撞人的被撞的通通都是車行的員工 當時有人在幫車子拍照 另外一個人倒車移位沒注意後方的情況 結果把同事撞到滾了一圈 公車沒理讓行人竟還當街開罵 公車駕駛在台中復興路上 怒標出口 所有人看傻眼 當時行人走在斑馬線上 轎車停下讓行 但對象的公車卻沒有 按喇叭搶過 還開闊一罵人 警方表示已經接獲檢舉公車駕駛 最重可罰六千元 而在台中南區這間中古車行 則是有名員工在路邊幫車子拍照 準備PO網 他一邊拍一邊倒退取景 另一名員工倒車沒注意到 直接將同事撞倒 整個人往前翻 第一時間車行的同事們 都以為他是自摔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是被同事撞到 另外在大渡的沙田路上 則有騎士鑽車鋒被撞 兩台機車倒地摔車 還撥及另外兩台倒霉的汽車 新北市一隊副子長 昨天晚間到三重吃飯 當時喝了不少酒 搭計程車返回板橋 快到家時 兒子突然喊說要上廁所 把父親也叫下車之後 竟然就想要落跑搭霸王車 司機上前攔阻 但沒有想到 父子兩竟然聯手 把問獎給打趴在地 小黃司機將車靠路邊停好 下車攔人 因為兩名乘客 沒副車前就要走人 這下不得了 兩名狀態上前 直接來個二打一 朝駕駛不停攻擊 拳拳到位 將人撂倒在地 扭打到馬路正中間 駕駛一度逃開 又被抓了回來 瘋狂暴打 驚動民眾報警 警方到場 他們倆竟然還沒把羞 來啊 我現在遇上了 我現在遇上了 嘿 你不要撞 嘴裡不停跳針 繼續挑釁 實在離譜 最後直接被圓警上鋼帶回 上車啦 上車啦 渾身酒氣 風言風語 兩人竟然還是一對父子 這一天他們從新北三重喝到爛醉搭建車回家 到板橋五縫路口時 33歲聯繫男子要求司機停車讓他上洗手間 緊接著走回車旁直接叫父親下車向搭霸王車 臨走前還用腳用力踹上車門 司機下車討車資 沒想到被圍毆倒地 警方活速到場 父子倆這才停手 自其左眼瘀傷 後頸部左右手擦搓傷 警方訊後依傷害罪與毀損罪移送新北檢偵辦 罪權父子倆酒醒後攻撐 司機先推人才會動手反擊 也要控告司機傷害 不過畫面會說話 事實真相違和 還有待後續釐清 據夜未臨分享 喬新北報導 台中是一所私立高中 有學生募集 男學生站在三樓欄杆外的平台上 準備要爬欄杆回走廊 但同學不斷地起哄 又把他給推回到平台上 過程當中男同學試了好幾次 卻不停被同學推下去 好不容易找到空隙 才終於成功地爬回去 這畫面被PO上網路 網友通批實在太危險 對此校方解釋 這男學生把錢放在欄杆上 一不小心掉下去 才會跳到了平台上去撿錢 事後也被依照校規懲處 巴西進口蛋的流向 目前還沒釐清 大家都很害怕 會吃到有問題的蛋 蛋商坦言進口蛋 如果混入了 這樣的散裝蛋當中 根本就分不出來 但是席選蛋上面 倒是有兩行的英文數字 可以讓民眾對雞蛋的來源 以及保存方式 能夠立刻做判斷 可以讓你稍微免出吃到進口蛋的風險 醫師也提醒 像是溫泉蛋太陽蛋這類的半熟蛋 萬一感染了沙門氏菌風險最高 從桃園市衛生局查出 綜藝加工廠 將進口蛋混入散彈和蛋液 轉身變成國產蛋之後 已經引發了民眾恐慌 但其實如果民眾在超市買席選蛋 看到蛋殼上的兩行密碼 就可以分辨出蛋的來源 簡單來說 第一行一到三碼代表這顆蛋 來源的畜牧場編號 第四碼到六碼則是席選場的編號 第二行一到六碼是包裝日期 最後的英文則是代表生產方式 現在令人擔憂的是進口蛋 透過冷鏈輸入國內之後 會經過席選 席選的過程就會變成常溫 因此席選所耗費的時程 會牽涉到往後能夠存放的天數 現在有不少民眾 常會在打蛋的時候先聞一聞 但不要以為沒有發臭的蛋 就一定是好蛋 因為蛋染了細菌 根本很難察覺 如果拿來做溫泉蛋 滑蛋半熟蛋 這種根本沒有全熟的蛋 可能會被沙門氏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 污染的風險仍然很高 醫師表示沙門氏菌跟金黃色葡萄球菌 100度的高溫可以消滅 但是沒有達到這個溫度的蛋料理 還是建議國中以下孩童 65歲以上長者 慢性病患者 或是重大疾病患者 這段期間絕對不可以吃 避免食物中毒 不過專家認為 最終政府應該要建立 進口蛋的標準處理程序 才能夠讓民眾 免於吃到壞蛋的恐懼 記者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樓上出租樓下變成了水連洞 一名家住在新北市林口的蔡小姐控訴 樓上的新鄰居用水泥牆 隔了五間套房來出租 導致天花板疑似無法承受重量 大面積的軍列 水管外遷大破裂 這屋內到處都是水根本無法入水 暴雪聲不斷水桶接不完 抬頭一看天花板 大面積軍列列 裂縫狂勝水 水珠滴滴答答 往下狂噴 住家產城水淋洞 全家防水總動員 家具衣物電器 無一倖免 全都淨水 水從樓上來 透過電燈孔洞 一路噴射進樓下 屋竹林的全身濕 免費洗了一場冷水澡 另一頭廚房也遭殃 水流不停 同樣從電燈孔炸出 住戶氣風 家裡汪洋一片 根本沒辦法睡 而且這還不是第一次 昨天十點多的時候 我兒子跑到房間跟我說 媽媽 我房間整個在淹水了 現在就很怕會轉路 然後整個會引起火災 三樓屋主控訴一家人 住在新北市林口 這棟四層樓公寓十一年 管線都很正常 去年樓上被新屋主買下後 噩夢就開始了 因為新屋主在未經 其他住戶同意下 擅自用水泥牆 隔了五間套房出租 懷疑天花板不堪負荷 開始大面積均裂 甚至還狂漏水 樓上當包租龍爽收房租 卻只替樓下修繕過一次 還要求他們復南 部分費用 承諾會修善 但對於有沒有合法 申請套房隔間 卻推休是父母處理的 自己不太清楚 國保集團總裁朱國榮 因為炒股案氣保五億元 疑似是偷渡到了菲律賓 知情人士透露朱國榮 先前經常是出現在 八斗子遊艇碼頭 來舉辦派對 借機來降低海巡的戒心 他靠著售價 禁議員的遊艇潛逃 而這遊艇的主人 傳出是超跑集團的老闆 周哲南 而警方不排除 要將他列為追查對象 傳者白衣聰 昨今派出所報道 他是國保集團總裁朱國榮 9月7號現身後 就隨即身影 涉及兩起案件 遭眾判八年七十六年 他卻棄保五億元潛逃 現在更傳出 這起逃亡遭有預謀 70歲的朱國榮 8月時曾與30歲的新女友 在遊艇上 舉辦兒子的滿月酒 還找來三五好友出席 之後更頻繁出現在 基隆八豆子漁港開趴 看似單純與好友歡聚 實際上是為了藉此 鬆懈海需所的戒心 實施偷渡計畫 漁民多次募集朱國榮 現身豪華遊艇上 知情人士跟透露 朱國榮就是從遊艇港 搭乘造價近一億元的 豪華遊艇出海 偷渡到菲律賓 對比以往偷渡客 可難做統治跑路 如此舒適奢華 根本就像出國度假 會開遊艇通道 有關係的 單舊距離從基隆八豆子出航 到熱門偷渡點廈門 搭船大約要8小時到12小時 到菲律賓則需要兩天時間 雖然花費時間長 但好躲好殘好難抓 朱國榮所搭乘的豪華遊艇 主人外船就是一眼 姚元昊的前賽車搭檔 超跑達人周哲南 甚至在朱國榮現身 遊艇趴時 他都有相陪 如今傳出 直請朱國榮的逃亡計畫 現在檢警也不排除 將他列為追查對象 身價百億元的朱國榮 從廣東大圈仔 變成搞澳 聞風喪膽的神港騎兵 搶劫銀行運鈔車 還被改編拍成稿片 入籍台灣洗白 從事殯葬業 卻又成為金融犯 是否真如周刊所說 逃亡菲律賓 刑事局國際科 已巡線展開調查 接著中採陽彩山 常常報導 新竹市立殯儀館 經傳法醫拆點 解剖錯屍體的離譜事件 有兩名外籍人士去世 結果殯儀館的人員 把兩個人的身份 給弄錯了 不但退錯兵 認錯屍體 要不是個家屬發掘 越看越不對勁 要求再次確認身份 恐怕法醫一刀下去 還會解剖錯人 來看到進口袋 引爆了食安危機 新北市政府就抓到了 一間加工廠 把兩萬公斤的 土耳其 還有巴西的進口袋 已經製作成了液蛋 賣給二十家補習班 團善業者 讓九百多名的學生吃下肚 而義美等食品大廠 也坦承 他們已經有用到巴西蛋 進口袋 到底被誰吃下了肚 新北市府雞查 加工廠赫然發現 扶上聖誕品 將來自土耳其 巴西 美國的三國進口袋 做成兩萬多公斤的 液蛋之後 加冒是臺灣蛋出售 而新北市府說要重罰兩億 但可怕的還沒完 其中四十公斤的液蛋 被專門提供 同餐的團善業者 在暑假期間 出餐給北市二十間補習班 至少有高達九百名學童 吃下大混蛋 發現有業者曾於八月份 使用涉案產品 製作供應署 其補習班餐點 相關資訊 將以請新北市 衛生局做後續調查 混沖 但不只被學生吃下肚 根據農業部 給臺北市資料顯示 進口蛋代工業者中 食品大廠 一聽到充滿品質爭議的外國蛋 夾冒臺灣蛋 讓學生不知不覺 吃到大混蛋 民眾炸鍋罵翻 政府真的很不負責任 很離譜啊 本來就很離譜啊 如果拿我們的錢去 抓我們的腳 你不覺得很離譜嗎 政府政府把關拜誰 我們也做不了啊 很離譜啊 現在這政府本來就很離譜 這政府本來就很離譜 台中市府機查 甚至抓包未來蛋 明明昨天已經洗選 製造日期間寫明天 明顯標示不時空 被開罰四百萬 昨天就查到一家未來蛋 洗選日期已經洗選了 但是它標示未來 農業部說進口蛋 冷鏈能放一百多天 但專家踢爆 從蛋商到小賣場 進口蛋恐怕都在常溫去賣 而進口蛋有一半的時間 早沒冷戀 國內外專家認回 截冷藏最多只能放兩天 放久恐怕就成壞蛋 白心納悶難道進口蛋品質不好 才假冒台灣蛋來賣 而民眾也崩潰痛罵 這回難道是全台大淪陷 到底誰能告訴我 哪裡才有正宗的台灣蛋 全聯啊 還有什麼大賣場的蛋 我都不敢買 欺騙人民的政府 一再的騙 至少我可以不打高端 你現在有辦法說我不吃蛋嗎 你說我要吃台灣蛋 問題你已經搞不清楚台灣蛋 跟進口的巴西蛋在哪裡 到底有多少進口蛋 變成了液蛋 透過烘焙餐廳早餐點等管道 默默進了百姓肚子裡 不知執政者何時才能給出答案 來看到高雄有民眾 他家裡面的地板上總是有沙子 而且怎麼找找不到來源 還以為是不是不小心住進了海沙屋 結果赫然發現竟然是不鏽鋼的 衣架闖的禍 在衣架裡面被人灌滿了海沙 從縫隙當中露了出來 而且把沙倒掉之後 石新的衣架瞬間變得超級輕巧 而黑心衣架還不只這一種 網友也有相同經驗 不鏽鋼的衣架裡面居然是沙子 也太黑心了吧 菜市場買回來的大型不鏽鋼衣架 居然被灌滿海沙 一倒出來整個桌面全是沙子 太離譜了啦 以為是石新的 結果裡面灌沙子 用來晒毛巾的大衣架一隻60元 買來以為是石新 沒想到竟是灌沙加重量 民眾直呼超黑心 高雄有民眾家裡面地板 總是有沙子 找不到來源 還以為自己住到海沙屋 買到衣架有沙子的網友 也PO文提出疑問 有聽過海沙屋 但衣架也是海沙做的嗎 有人搞笑回答 是為了打人時增加點力道吧 說不定是要增加重量 曬衣服時不會飛走 也有專業講解 不鏽鋼彎曲過程中 需要海沙輔助 只是忘了倒出來而已 用海沙填充是古早的彎鐵做法 現在已經沒有使用 民眾買到灌海沙的衣架 如果你要使用電鍋來蒸煮食物 一定要用煮沸過的開水 如果使用自來水來蒸煮的話 恐怕自來水當中的濾濾氣 會變成包覆在食物上被吸收 而另外一則說呢 開過的吃不完的罐頭 不可以直接放進冰箱 否則恐怕會鋁中毒 民眾人性慌慌 我們要請醫師來為您說明 用電鍋蒸食物之前 得先加水開水自來水 你會用哪一種 般來講是會加自來水 有些時候習慣用自來水 網路徑流傳 台灣人離癌跟電鍋有關 用自來水蒸煮東西 有致癌風險 真的假的 文章內容說自來水裡面有氯 在密閉的電鍋中加熱蒸食 氯會被包覆在食物上 進而被吸收 因此用自來水蒸食有致癌風險 另外這段關於罐頭的傳聞 也讓不少人憂心 有網友分享 吃不完的罐頭不能直接冰冰箱 否則會造成慢性鋁中毒 長期會傷害神經系統 引發老人癡呆 怎麼呢 專家說食品罐頭 使用麻口鐵製成根本就不是鋁 現有的鋁製罐頭 只會用來盛裝飲料 但裡面有塗層 不會直接接觸 不管是鋁中毒 還是自來水蒸食致癌 這兩者都是錯誤訊息 民眾別在意而傳而 中秋加節將近 民眾搶著買月餅和 烤肉禮盒 人氣很夯的中鋼月餅 估計今年這月餅的銷量 可以達到六十萬個以上 而在彰化有一家知名的店家 馬鼠和月餅都很夯 民眾特別喜歡古早味 要先來搶著買 另外有業者推出了豐富的烤肉禮盒 目前業績已經達到了七千盒左右 中秋節快到了各式月餅出爐 拼人性 中鋼員工手忙不停 製作一顆顆月餅 忙著包綠豆棚 綠豆餡 它再包進了新鮮的蛋黃 還有肉鬆 每近中秋節中鋼月餅禮盒 都常掀起搶購潮 人氣很夯的中鋼綠豆碰 每個四十三元 只有員工可以買 每種口味還限購兩盒 集團成員大約有一點四萬人 依照以往熱烈經驗 預估今年月餅銷量 可以達六十萬個以上 在彰化也有知名店家 員工也是一早就手忙不停 店內品項多可以選 馬鼠和月餅都很夯 民眾先來搶買 說最喜歡古早味 特別吸引客人 中秋節吃月餅 不少人也會烤肉 也有業者看準商機 推出烤肉禮盒 裡面小包裝豐富多元 一盒裝下來 大約有八點五公斤 大概是十人份 也是吸引民眾搶購 業者預估比去年會多兩成 現在生產線 就增加了五十個人 然後這樣去趕工來做 那我們今年的預估禮盒 來講的話已經達到七千盒左右 中秋佳節將近 民眾搶買月餅烤肉禮盒 業者也推出新意 要搶工中秋商機 這有高雄彰化採訪報導 台南燈革熱大爆發 這把火也燒到了高雄 市政府動員來噴燈革熱的藥 大社區則是公所在尾外噴藥一次 但是就有飲料店的業者抱怨 沒有事先通知 臨時就來噴藥 結果導致蟑螂到處亂鑽 有衛生問題 而當地里長則喊冤 說事先有親自拜訪通知 應該是業者有誤會 飲料店才剛開門 準備做生意 立刻又拉下鐵卷門 因為緊接著一名工作人員 拿著長噴槍 噴燈革熱的藥 瞬間煙霧瀰漫 但讓店家忍不住抱怨 地點就在高雄大社區 中山路 業者抱怨沒通知 零食又噴一次 開店又立即關門 賣的不是飲料 而是藥 蟑螂亂竄 空中旋轉跳躍 超傻眼 最擔心的就是食材 衛生問題 你要噴藥可以嗎 OK 沒問題 就是說你要提早跟我們說 碰文一出 底下網友也跟著留言 蟑螂輪流到處跑 這樣噴藥超恐怖 真的很討厭臨時噴藥 當地里長喊冤 都有親自到每一戶通知 原來這次的噴藥是非強制性 由區公所自己委外發包 疑似溝通出現誤會 台南登革藥全台最嚴重 高雄也淪為災區 民眾雖然知道需要噴藥防治 但也確實造成生活上的不方便 只能多忍耐 西融洪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 進口蛋流向不明 引爆食安危機 甚至混沖蛋都已經被查到 已經被學生給吃進肚子裡 農業部長陳吉仲出面 狂喊被抹黑 他說願意為社會紛擾道歉 但強調自己的政策正確 在黨聽了炮轟 花了上億元買蛋 再花上億元來火化銷毀 真的好意思說自己沒有錯嗎 進口蛋引爆食安風暴 讓民眾恐慌 但陳吉仲出面道歉理由是這樣 因為許多的抹黑造謠 造成了整個社會的紛擾 我願意為這樣的紛擾來道歉 好 謝謝 可以了 既然是污衊跟抹黑你就不要道歉啊 有種不要道歉 有種就說跟這個污衊跟抹黑奮戰到底 網友怒轟 你不公布進口蛋流向道歉有鬼用 從農業部一開始隱瞞進口蛋流向 到藍營縣市發現進口蛋假冒台灣蛋 甚至學生百姓都吃進混蛋 部長的結論竟是這樣 所有的雞蛋的專案進口 政策是正確的 政策是正確的 絕對不會戀戰 兩億多的雞蛋投進是土魚桶 這是正確的政策嗎 六億買的巴西蛋一半要銷毀 政府還要再花兩億去火化進口蛋 這政策到底對在哪 台北市下最後通牒 要求農業部交出進口蛋流向 陳吉仲說資料早就給了 但馬上被北市府打臉 說中央只給代工廠業者等簡單資料 一旦加工蛋品流向等詳細資料 流入哪些市場跟超市 關鍵問題全都沒回 如果今天還沒有讓我們拿到 完整進口蛋品流向的資料 我們就會依照食安法 該開罰就開罰 連台北市政府正式率員去機查 他都可以拒絕提供資料 這不是反了嗎 我們還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嗎 當學生不明不白吞進口混蛋 當百姓不知不覺買到進口壞蛋 當政府至今給不出進口蛋的流向 部長毫無愧色 滔天自信 難道只因為背後有個小鷹在撐腰 記者黃毅俊 王志恆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